第1個 反正你就是要先隨便你的手機嘛 對不對 你要貼的手機 然後再來第2個 假如說它裡面就是如果沒有那個 就是這個貼紙好了 那你就可以拿那個 一般的這種 就是這種透明膠帶 這樣就可以囉 其實不用特別什麼 什麼很厲害的那種工具 空族的光源 那其實就是你可以用自己 如果有兩台手機 喔好亮喔 就是有那個 那個 手電筒啊 對不對 手機的手電筒 然後不然你就是拿著那種小台燈 只要具備三個東西 就是第一個就是你的手機 然後並且是拆掉外殼的 就是會比較好貼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透明膠帶 或者是任何一種膠帶 它有黏著性的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充足的光源 那其實如果真的沒有另外一台手機 就像小台燈那邊 就盡量照明 燈光最亮的地方 然後就是你在那個地方貼 因為它其實有些小灰塵 所以你可能會吸收 那其實有沒有需要九層面片 其實這個就是看你手機夾真的很髒 你可能是需要酒精擦拭 那如果普通沒有很髒 你其實用乾的面紙 就是可以把它擦拭乾淨 那其實你買的時候 它還會付一些擦拭 所以其實你不用特別去買到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 裡面都會附啊 所以我之後如果沒有配件 就是沒有那些其他外道具的手具 可能會比大家的面紙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就是貼保護貼的畫面 然後一邊教大家怎麼使用這樣子 好 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就是貼保護貼囉 那第一個其實就是也是要看一下 大概感覺測量一下說 你等一下想要貼的那個位置 那其實有一些如果比較不好的保護貼 它可能是沒有辦法完全變合 可是這個狀況之下 你就可以順便看一下 等一下貼的會不會是好多會壞 所以它這邊外面有一層 不過這樣看我是應該看是 就是孔跟孔之前可能會不會有什麼 沒有辦法對齊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我先把就是原本的保護貼 拿下來 大部分的話就是先用小的這種長條形 先把它黏住 然後就是把舊的拿起來這樣 舊的這樣撕起來 好 那就OK了 然後通常就是舊的都會有一些 髒啊 或是一些刮痕 然後就可以直接丟掉 好 那現在我們就用裡面的那個 酒精棉片啊 就是先把它擦拭一下 但其實我手機 比較沒有那麼長拿出去挖 有時候一擦就會很適 所以你可能就是不要沾太多 然後就是把它 用一些酒精嘛 比較容易去製 通常其實呢 比較容易常污垢會是邊邊 那我之前就是幫 朋友貼的時候會特別注意一下 覺得你可能污垢要先清乾淨 慢貼上去可能會有一層卡在那裡 這樣子 然後可能注意一邊擦拭的時候呢 就是因為等一下要貼了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綿絮 所以充足的光源是比較重要 因為有時候小綿絮 你可能要比較強的光源才看得清楚 它是不是在上面 但其實萬一如果保護貼沾到也沒有關係 它會教一下 就是 假設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該怎麼做 然後我大概會從這邊 正面開始貼 因為這邊是 Home鍵 如果是iPhone的話 那如果說是其他手機的話 其實也是 但是我也會是從這個方向 往上提 因為再調整就好了 好 那因為它這個下面的板也是硬的 有點小硬 那我們就是從尾巴 這裡 把它撕開 因為它這是硬的 所以 要不然我會直接這樣子貼 然後再順的把它拉下來 那如果是硬的 你可以 也可以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直接把它 整個拔下來 小心一點 不要再讓它沾到面去 好 因為我這裡又沾到了 就隨時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沾到 好 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就先從這裡 把它對準 就是你先對準 Home鍵 會不會有干擾到 就是 沒有辦法按下去 那你對準之後 你就可以先 把它大概放下去 摸一下喔 好 然後 我就把它這樣順順的放上去 然後再看一下 上面是不是也沒有問題 欸對 上面也沒問題 好 然後它就會開始 這邊就開始 欸它就自己 開始 泡泡會擠出來 那我這時候就順著 拿著擦拭部或是 衛生紙 把泡泡給它擠出來 欸假設你看這裡 有顆泡泡沒有出來對不對 沒有關係 就是 在拿剛剛這種牽引 就是 貼紙膠帶 你把它再把原本的 給它拉起來 好 好像有點太直 如果不行的話 你可以用指尖 把它稍微打開 但是你要小心點 因為有可能會破掉 然後把它的氣擠出來 好 你看這邊氣擠出來 好 再把它重新按一次 趕快快速把它 推出去 推出去 這樣子 好 這樣其實就大功告成 其實蠻快的 就是熟練的話其實蠻快的 這樣就完成 這個是霧面 會比較好挖 真的 這樣打傳說應該很輕鬆 好 然後這樣子就完成了 其實很簡單 真的 那有 有時候你可能看一下旁邊 它可能還有一些 小小的 沒有推 推擠出去 那你可能就是 再把它 推一下 那如果像 現在這樣看起來 這邊邊邊 因為這裡這樣可能看不太清楚 如果邊邊這裡感覺 欸對 你看這邊有個 小泡的那種感覺 還是有障子 你也不確定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你就是 拿 除膠 就是另外一個貼紙 也不是除膠 就是你把它原本的地方 把它拿起來 就把它再扳起來一點 但是要小心 有可能會破掉 你把它扳起來一點 然後呢 用黏貼的方式 這樣子 不知道看不太清楚 把它這裡面的 小層 把它黏起來 這樣子 這樣子 把它 東西黏出來的概念 這樣子 好 然後再試一次 一樣像剛剛 把它推 再泡泡 但是有可能 你在用的時候 有可能又有東西跑進去 啊 你很像這樣歪掉 好還有這種歪掉的方式 怎麼辦 剛好可以說示範 因為我剛好用歪了對不對 然後我可能就是 再給它拔起來 但是你不用全部拔起來 因為這樣可能又更歪 你可能就是 按住一個角 然後呢你就是 找到它的 原本的位置 好 然後把它順著貼 其實會有很多狀況發生 其實會有很多狀況發生 但是就是 驚慌不亂 然後就是 再一樣把泡泡推出去 歪掉一定會正常 剛開始的貼可能會不是很準 所以你可能會發現 欸可能會歪了 那你可能就不要緊張 就是把它 像我剛剛這樣拿起來 然後按住一個角 不要讓它整個 跑掉了 跑掉之後你會更麻煩 好 再把它剛剛的這個 小泡泡 我把它塗起來 應該是真的是有點小 小棧道 好 剛剛那裡的應該是已經沒有了 看這裡剛剛有小泡泡的 感覺的東西已經不見了 因為燈光有關係 可能不在一起 然後這邊的 不見 就是有點白白的感覺 就不見 所以表示這樣就是成功囉 對 然後去 試著滑一下 看是不是ok了這樣子 那就大功告成囉 呵呵 其實蠻簡單的 但主要就是 我覺得不要太緊張 因為 第一次貼嘛 第一次都會緊張 那或者是說 嗯 可能熟練之後 多拿別人的手機 練習這樣子 呵呵 好 那就這樣子囉 好啦 那這樣貼完已經完成了 就是這樣 那其實有一些人可能也會貼背後 那背後其實就是 跟前面一樣 那只是就是 背面的話 如果 像我是有用殼 所以我就不會特別貼 就是平常 要記得多擦拭 因為其實 手機很容易常滷掉 所以其實就是 常用酒精 我是習慣會 用酒精 然後會擦拭手機這樣子 然後平常就是多保養手機 那保護貼其實真的也蠻重要的 就是 其實摔到的時候 我覺得手機先摔到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保護貼是可以保護 保護的螢幕不會裂掉 有時候是只有裂前面而已 當然也不太可能有那種萬能保護貼 就是車黏過可能都還沒吃 不太可能 但 剛剛的教學 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清楚的話 也可以私訊問我 或是在底下留言問我 好那以上影片希望大家覺得有幫助 然後還有謝謝會仔的禮物 感謝 還有謝謝就是一直曾經幫助過我們 不管是抖妹贊助 然後或者是 給我加油打氣的人 任何一個人我都很感謝 謝謝你們 那影片就到這裡囉 這樣子 掰掰 喔這樣好像有點亮 這看起來好像靈異片的感覺 沒關係 等一下我會拍就是下面的畫面 所以其實就是 我先給他關起來 看起來超像龜的